等不到李文出道30周年纪念会 粉丝同行不敢相信 巨星李文5日晚间 惊传离世 家属跟经纪公司证实这个悲痛的消息 PTT版上出现多篇回忆文 讨论李文全盛时期 究竟红到什么程度 可以跟蔡依林张惠妹相提并论吗 有网友回说她是少数 可以从台湾红到欧美的巨星 还有人说当时 台湾街上到处都在播放滴答滴 这首歌没有人不会唱 张跟蔡是亚洲机 李文是国际机 是其他台湾人没有到达的地位 李文的世纪实在是太多 他是首位现唱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亚洲歌手 曾参加奥运宣传曲演唱 更五次登上央视春晚 李文的经典歌曲至少有30首以上 而且是一播放音乐 大家都能跟着唱的程度 2019年他再度举办亚洲巡回演唱会 第一站选的就是台北小巨蛋 当时让许多歌迷都度过了难忘的一个晚上 你们的美丽 母亲爱的爱慢慢慢慢念 不要迷信我 什么世界让我随你 春节听到了就永远 给我爱就爱多久一点 就给我多一些 不管白天一夜都不不變 愛就愛我就一點多一些 就算只有一點點 我玩這個風景 你是否一如我心 站住的現在依舊的無論生日 其實你要喝 我玩這個風景 愛你的心更加確定 謝謝告訴你 太美 也好天性 在你九年沒有一個我 終於開始感到寂寞 過去這季節我都無所謂 這都是我天 我的地球也想留地鐵 回到是天前的世界 想念那窗戶外卻一遍 太美 我最愛你 太美了 太美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